所以我想今天我要在這邊跟大家能夠釐清一下這個整個這個問題的這個脈絡 那其實有蠻多的這個社會大眾也都很關注這個議題 所以我想從最源頭開始來講好了 聲論的部分在報告裡面都有啦 我想我們就比較簡單的這個是非來了解跟確認 第一個眷村的眷舍在一開始的本職它是照顧在戰後來台的軍眷 讓他們有地方住嘛對不對 當時撥遷來台之後的軍職人員還有軍艦 他照顧的方式很多在居住的方面 他如果領有這個房租補助費他就不會配眷舍 對我想這個細部的這個部分我們就不多做說明 當然有很多不一樣的方式但他的本意就是要讓沒有地方住的這些 可能還是比較弱勢的這一些眷這個相關的軍眷人員有地方住嘛 是 委員但是他有一個纖結條件就是他一定要有眷 好 這個我了解 單身的就不行 這個我了解 那我講我講的是當初啦 剛到的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應該是大概這樣的規範嘛 然後第二個就是 那所以當初我們給他的是居住權還是財產權 給他是房屋的 我們應該講民法上的使用權 對 民法上的使用權 所有的地上物跟土地都是列為公產管理 所以人 如果說從人權的脈絡來講我們就讓他有地方住 就是一個居住權的保障嘛 是 對 但是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他大概本質上就有點像是這個軍工 軍工教或是公務人員宿舍的 有點那樣的概念啦 是 那我想這樣說好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早期這些眷戶他們可以轉賣給一些不具軍眷身份的居民 或是說他自己找建商 他把他改建成三四樓這樣子的這種狀況 那國防部也沒有去禁止 那也沒有去明文去規範這些相關的規定 去讓他們去杜絕這樣子的狀況 那原因你可以稍微說明一下嗎 跟委員說明一下 如果說他是屬於私自轉讓的 就是他轉讓給一般人 不是我們當初合配的眷戶的話 那是違反我們那個軍界業務處理辦法裡面 他是要註銷他權益的 對 基本上這個我知道 你們一定都有相關的規定 但是依照事實的這個狀況 那有去了解眷村裡面實際的狀況的話 大部分有很多的這樣子的轉讓 轉賣 很多是轉賣的這個方式 他就是實際上已經當成是財產權 甚至於說這個土地不是他的 明明是國家的 但是他也已經改建了 但是國家也沒有去禁止他嘛 所以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我知道你們主張說這個應該是宿舍的概念 但是在實務上面來講 他已經成為這個財產權的處理 很多人他也是善意弱勢的第三方 他也不知道說你們的規定是怎樣 但是他因為比較弱勢 那這個老兵要賣 他可能是用比較便宜的方法賣 他在別的地方買不起 他就來這邊買這個地方 他就覺得這是一個財產權的規範嘛 對不對 實務上是這樣啦 照明你了解也是這樣嘛 是 如果他不了解這個房子的屬性的話 他跟他買的這個比較低的這個房子的使用權 當然他是沒有所有權的 那這個是他不講兩兆不講話 可能我們軍方也不見得會了解 這個房子他現在是給他的朋友 還是給他的親屬來居住 那我在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所以這些人他擁有的這個財產權 他認為他擁有財產權 而不是說他 而且很多他還是用買的 他並不覺得說他今天是國家的宿舍交給他來住 因為他還是用錢買的 所以這些人他的財產權他是因為 要嘛當初我們應該執法很利 就是完全杜絕 你就是不能轉賣 那結果不是這樣 我在這邊提的話 如果有一些人不太清楚 我們到底在講什麼財產權或居住權 我舉一個例子最簡單 我們來到立法院服務以後 我們有被配桌子椅子可以使用 我們有使用這些桌子椅子的權利 但是我們不能把它變賣 我們不能把我國會辦公室裡面的桌椅全部拿出去賣 轉售給別人嘛 那我的使用權有一個期限嘛 大概我們在這邊討論的就是這個權利的概念 那所以我們在國家上面也因為這樣子保障了很多人的一些居住權 不管軍人 公務人員等等都有 那個並不是給他的財產 對不對 那個是保障他在他服務的這一個年限 有可能是到他這個服務 有可能到他過世都有可能給他的一個居住的保障 所以這邊我們如果確定是這樣子的話 我就覺得很奇怪 在券改條例裡面 既然我們現在整個這個券設的概念是居住權的概念 而不是給他財產的概念 那我們在22條23條也都是用這樣的概念來去執行 說三分之二如果不同意的話 我們的宿舍當然可以收回來啊 那為什麼24條改建了以後卻可以賣咧 但不是他的財產啊 如果我們的概念是保障他的居住權 怎麼會在券改條例的第四條 他又變成可以賣 24條24條24條是 他是將來配合改建以後 他抽籤配到我們改建基地的房子 那就是變成私產 他要負擔一部分的自備款 但是是非常低價嘛 而不是一般的市價 所以我現在講就是我們給他的這個特別的福利 在本來給他眷設的意志上面 就是給他居住權 我這樣講好了 今天公務人員他如果住這個宿舍 然後假定這個台大的老師 他住在台大的宿舍 台大覺得要改建哪一個地方 改建了以後 他可以說 因為改建新的你就可以賣嗎 不行嘛 理論上應該要這樣維持 但是我們現在改了 我們24條的時候突然變成說他也可以改賣 我想在這邊就是要告訴你的是 我們22條23條都是居住權的概念 因此才會衍生出不同意的 他就什麼都沒有 我宿舍要收回來 但是到了24條的時候 又變成是可以賣的 當我們改建完了又變成可以賣 這個眷改條例為什麼他這麼矛盾 發生這麼多的問題 就是因為他本身上面沒有把我們要保障軍眷什麼權力想清楚 我們到底是要保障他居住權 還是要給他財產 我們沒有在一個很清楚的脈絡之下來去定這個法律 那這個法律既然已經有這樣的矛盾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在這邊我想最後釐清 也希望眷服處用這樣子的概念 把這個脈絡想清楚以後 我們才知道要解決什麼問題 剛剛脈絡應該很清楚 就是從戰後 這些老兵一起來台灣 一起來台灣以後 我們想要保障的是宿舍這樣概念的居住權 是這樣子的 那到了 但是實質上 開始有很多實務的財產的交易 導致有些人買了以後 他誤以為他擁有財產權 但是這個是當初行政跟立法的怠惰 讓他花錢買了以後 然後你告訴說他不是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應該是回歸到他的意志 也就是今天劉士方委員跟王定宇委員的提案 我們盡量要把他拉回居住權的概念 也就是像我們怎麼去保障公教人員的這個宿舍的概念 不能讓他可以變成這個杜絕這個炒作的歪風 讓他變成可以轉賣 好像立法委員可以把我們的桌椅都拿去賣一樣 我們要盡量拉回來這樣概念 但是當初善意的弱勢第三方 他去買到了這些房子 他也認為他擁有財產權的這些人 我們要怎麼樣來保障他們的權益 因為他不是炒作的人 我們現在如果 再給我一分鐘就好 如果我們按照目前國防部大致的建議方向 來維持現行法案 那就是延續現行法案的問題 也就是在居住權的方面我們又保障不夠 而且還衍生了這個炒作的歪風 而在這個財產權的部分 有一些善意的第三方他買到了這個財產 結果又不是他的 我們要改建的時候也不問他 他花錢買的財產 結果有人來跟他說要改建 他也從來沒有被詢問過 同意不同意 那這樣子的事情我們也要保障他 在這兩方我們想辦法來保障 所以絕對不是維持現行的法案就可以處理 維持現行法案就是維持剛剛講的這兩個問題 所以我剛剛講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羅智政委員他提的修法 對於佔用戶 我們還是有給他拆先補償 比照地方政府公共公司 我想如果今天 我最後舉一個例子 如果今天你是善意的第三方 你買了一個東西 你不知道你們前面到底怎麼搞的 但是因為我也是一個弱勢 所以我來買的這個房子 我也是花錢買的 最後你跟我講說不對 花了錢買的不是你的 的這種狀況 你不能跟他說我要拆就拆 不能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他是善意的第三方 國防部自己執法的這個疏忽 立法 過去立法的怠惰 造成的這樣的事情 不能是由善意第三方 他自己來承受 所以怎麼樣保障他的這個財產權 我最後回來 我相信今天我們不會有一個完完整整的答案 但是我要呼應 剛剛劉思芳委員講的 就是在這個修法過程裡面 還是要再一次拜託 希望這個相關強行拆遷的作業 應該是可以暫緩就暫緩 拜託 謝謝 是 我們會跟他做溝通跟委員報告一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我們現在問